大家在看到文章的时候 脑海中闪现的应该就是当年她与马依丽在一起的情境 至今多年过去俩人就如同没有离婚一般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马依丽与文章结婚之后 以文章为中心 放弃自己的事业 甘心在家相复教子 本可以幸福一生的俩人 在文章里姚迪的事情被曝光之后 一切都陷入了万丈深渊 接受不了打击的马依丽与文章离婚 之前姚迪的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在与文章的事情被传出之后 本就是姚迪的过错 但是姚迪却拒不承认 让网友唾弃之后 更是至今都无法翻身 男人的人设崩塌 一时间姚迪被推上了不可浪尖的地步 也至于最后 男人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唾骂 男人的感情也就不了了之 文章几乎是无息可拍 就像是国家老鼠到了 永远很大的地步 马依丽成为人人同情的对象 觉得对文章的付出 真的是非常不值得 曾经就有网友传出 在姚迪无息可拍一池 文章利用曾经的资源 那姚迪找资源 好像效果更不明显 也许姚迪是真的爱文章 要不然怎会将恋爱三年 的男友抛弃 不管外界怎样传 他也要与文章在一起 近段时间的姚迪被帮出 他去文章拍戏的地方谈班 虽然并没有拍到 俩人在一起的照片 但是俩人同在一个地方 这绝对不是强和 其实姚迪可能真的是 痴迷与文章 如今俩人都是单身 如果真的会结合在一起 那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虽然介入别人的婚姻 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有时候爱情这样的东西 真是说不清 这样到已经是单身 真的是相爱 在一起又会如何呢 虽然对于马亦里来说 是最大的伤害 不知道大家是怎样 看待这件事情的呢